你 你觉得我跟陈霄合适吗 你脸色不太好 你昨儿着凉了 你只是我的血缘 尽此而已 是我自作多情 误会你了 余鹏飞马上了 那我们一起加油 希望这件事情 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王家平和适动森里边的灾情 还是很严重 部分的电力和通信都中断了 诶 有人 你好 你好 什么声音啊 地震吗 老师好像肚子疼 叔叔 阿姨 你们快去看看 到哪儿 找哪儿 出不去了 你赶紧给我走 你 程小最近出什么状况了 大家都怪你 麻了太久了 落地后一起吃饭吧 来 诶 我警告你 不要塞我程武员 这是我男朋友 那你还把飞行账号给我吗 我有些看不透你了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顾部长 并不喜欢你现在努力的方式呢 这是最好最贵的 对于刚入行的时候的我来讲 那就是最好 最贵的 语航 程小姐 你们一起回来的 好巧啊 这个送给你啊 送我 姐夫 你干什么呀毛里毛躁 出大事了 姐夫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 做什么事都这么严谨 脆一点就会出人命 罗毅是个好姑娘 但不意味着 就不能接受新的缘分 你一直放不下她 是因为这个人 还是因为你心里的负罪感 大家好 我是郭南婷 等一下 等一下 徐总 谭部长 我是飞行部的程骁 南婷 今天下午的部长会 你练习一下 我的加二零出现了 飞行配空乘 狼才配女帽 绝配 明年的女飞招收计划 我依然拨回 咱们陆航已经连续五年 没有照顾女飞行员了 我就是女飞 我应该比任何人 都有资格参与这件事 我知道我在客舱里做得不够好 但是 我对这份工作 还是有感情的 只有一个周 我来想办法 关于女飞的招飞计划 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如果我给你调个部门的话 你愿意去吗 徐总 客舱部 有新情况向您汇报 说 我想请问程骁同志 你当时 在做转向操作的时候 是否想过 这有可能导致策划 搞定了 你去干吗 不冲着了解他 以后怎么治他呀 一会儿换我进攻试试吧 总防守也挺无聊的 你说出来吗 说什么 说 你为我感到骄傲 受什么刺激了 你这天心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不好了 小姐出事了 你们看微博了吗 谁呀这么缺德 由于成销的操作 造成了人员受伤和飞机受损 也波及了咱们的企业形象 明星受伤的事情闹得太厉害 恐怕还是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 对不起了定哥 我不敢说这事 如果副驾驶按照我的指令进行操作 飞机完全可以毫发无损地停下 一次试试 不可能那么快就下定位 我们还需要做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 公司决定对你先做停飞处理 我接受 我会想办法证明我的判断 调查会上的事情我听说了 陈销她 没关系 我支持陈销的操作 最终的调查结果也会证明 陈销并不是故意为为记长的事 今天那么危险 你为什么会冲上来啊 因为 你是我的血缘 你不会动了烦心吧 瞎说什么呀 飞机后舱的洗手间 门锁好像坏了 因为在撤离的时候有位旅客 不知道怎么了 他就进入了洗手间 结果那边说后舱洗手间门锁没问题 你知不知道 最后负责后舱的人是谁啊 不会是你吧 渡舟八两五两 前方飞机刹车部长 部署左道 冲突 现在将进行快速运进 凭准备抗人员阿塞 快 赶紧上车 休息啊 你怎么了 多难点 来 好 这儿 外面什么情况 顾机长 我这儿 外面是位小朋友 他在公文家出场 我又有事 想要咨询一下你的意见 建议你 离他远一点 你的意思是 他可能是个渣男 我刚才只是问你什么是渣男 不是问你我是不是渣男 这次叫南婷跟你一起去吧 副驾驶要不然 你就选那个承销吧 是不是不大合适 这个送给你 拿这个好好激励自己 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情 跟我说清楚 会跟你准夹 深蓝象征陆航 蓝白色象征天空 要不叫向风而行 好名字 祝贺大家升级为副驾驶 这份职业 只有心怀责任 才能走得更远 这条道路并没有终点 希望你们 都能不断突破自己 为什么你的电话 永远打不通啊 我是来通知你 你可以回飞行部 真的吗 姐夫啊 我听说 顾部长在登机口那事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了 有些事你听听就行了啊 别跟着瞎表态 我先把这条安全信息 投不给南婷哥 他虽然被停职了 停职 你还不知道 南婷哥现在已经不是 飞行部的副部长了 其实让你去地勤 不是他的主意 是江部长的意思 是我误会你了 我都知道了 让我去地勤部 是江部长的意思 这个是那位老先生 让我送给你的 表达对你们地勤的谢意 今天辛苦了 公司花重金 培养的飞行员 不能随意白钱 这两天 我就让他回去 好 这事尽会办 你好 帮我打包两份一号套餐 能不能麻烦你 打包完了之后 送给七十二号的工作人员 不好意思啊先生 我们不能离地 算了 谢谢 关于承销的工作安排 你有什么打算 他才去了几天呢 我现在就让他回来 这是不是显得 我们安排工作 太不严肃了呀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 是机械故障 但是航段上 也的确有雷暴 机械故障是赔钱的 天气原因不用赔 你是不是想赖对 我们赔偿金啊 先生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下吧